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就在高峰会之后 举办了一场高峰会在San Francisco 美国的九金山 两个人的会谈四个小时 可是你知道吗 他是事隔2017年 川普在福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宴请习近平国家主席以来 美国总统六年来 第一次见面 这四个小时的餐会代表什么 代表全世界的两大霸权 他们各自有国内的问题 也在国际上竞争 但是一旦擦枪作火 他们可能引发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所以对全球来说 这四小时 他们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跟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非常重要 之前美国的媒体一致都不看好 什么也不会达成 之后大家有点吃惊 你可以在画面上看到两个人的互动 一起散步 一起走路 气氛变成相当的缓和 主要的这次达成的最大的第一个成就 就是军事对话 因为全世界最担心的就是 美中的不理性的冲突 导致了不可预期的军事 而擦枪作火 变成不管是台海危机 南海危机 还是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在这一次 有人称拜习会 有人称习拜会 最大的成就 有些人就干脆说 就是他本身的举行 但其实不是 是军事对话 长期的两边的军事对话 目的就是什么 避免战争 对于一个身处在台湾的人来说 这个拜习会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们避免战争 本身就是使得台湾的战争几率 变成大幅的减小 而这一次呢 拜习会因为 大家过去这段时间 美国的各家媒体 对中国的态度 有的很强烈的反对 有的假评假序 有的自我 可能训练不足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报道 所以文倩世界中央的记者 非常认真的 把白宫原始的声明 以及白宫所整理出来的 在白宫当时 记者招待会 拜习会后的记者招待会 记者的Q 记者的Question 他的问题 拜登的回答 全部都整理出来 所以记者写新闻 是不管你的 比如说Bloomberg的记者 他自己加评加续的问问题 然后就写成说 都是拜登讲的话 所以我们要找出来 这些问题 是拜登主动说的 还是被动回答 其次 这个报道本身里头 所引用的 看起来很强烈的字眼 是记者说的 还是拜登说的 你得一个一个 把它分割开来 文倩世界中央记者 非常的认真 我们的战事委员呢 特别战事委员 沈正也一个一个 把它找出来 我们把几个不同的媒体 整理出来 首先 最敏感的问题 仍然是台湾 但因为它很敏感 而这次双方的目的 就是避免冲突 那么敏感的事 就不要谈了 所以在双方的 共同生命里头 最敏感的台湾问题 篇幅都非常的少 习近平要求美国 不要武装台湾 也就是你不要一直 卖武器给台湾 而拜登呢 则重申一中政策 也登在白宫的网站上面 而从双方最后发布的 不管是美国的 还是中国的新闻稿里头 凡是涉及台湾的 都是把过去的立场 重申一遍 我们只是一中原则 你不可以 双方任何都不可以改变现状 而且篇幅非常的短 而北京呢 台湾最近这几天 最大的新闻是 有人想要破坏蓝白河 那蓝白河可能最后会输了 但是最主要的是 有人想要破坏 就放了一个假消息 说这个北京呢 可能会干预台湾的选举 习近平跟拜登在谈话里头 有记者问他这个问题 我们特别找出来 那是由彭博社所提出来的问题 彭博社的记者自己问他说 北京是否有干预台湾选举的企图与行动 所以这不是拜登主动讲的说 我担心北京有干预台湾选举行动 是彭博社记者主动问他的 而拜登的说法是如此 我们待会给大家看全部的Q&A 拜登说他有向对方提出选举干预问题 而且是在习近平准备离开的时候 那拜登在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他并不expect 他看不到 你可以直接发现说他并不预期 或者他根本不觉得北京会干预选举 这是拜登所说的话 那在台湾问题里头呢 双方有纠缠 可是希望求同存异 赶快搁置 因为他们这次见面的目的 是要缓和冲突 不是要升高冲突 所以其实你得到一个 很重要的国际政治的一个教训跟经验 当他想升高冲突的时候 台湾问题变很重要 台湾的战争危机就来了 他缓和的时候台湾变很少 然后就把过去三四十年来讲过的话 全部大家都再讲一遍 让你感觉上 怎么好像两个课本教科书一样 全部通通都说一次 Nothing new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而另外呢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因为这写了比较多的内幕 他说习近平一开始坐下来 就先跟拜登交心 交心是我说的 他写的说法是说 中国是这现代化 中国发展的前景 跟中国的战略意图 中国并不想有取代美国的规划 中国知道自己跟美国的差距非常的大 也不想跟美国冲突 所以希望美国不要有遏制中国的各种想法 而拜登就重申一个 这次跑出来的很多媒体上面会写的叫 四步亦无益 就是四步是什么 美国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 AQS等这些印太战略等同盟关系 来反对中国 第四个是不支持台湾独立 无益是什么 无益和中国发生冲突 那中国方面的说法是 他不寻求冷战 也不寻求热战 所以这是这四个小时里头 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话的基础 一开场白 最重要的一开始的场白 就是最重要的基础 把台湾问题尽量搁置在旁边 然后把双方早就有的 从上海公报开始 三大公报的立场 全部都重述过一遍 顶多就是说 你不要武装台湾 那那边就说 没有任何人谈到 干预台湾选举的事情 只有记者 我访问的时候 把人说了 I don't expect 我并不预期 也就是我并不认为 会有这一件事情发生 而中国外长王毅 在拜协会之后 特别提到了 整个双方恢复军事对话 是最重要的 那纽约时报的外交记者 David Sanger 他是非常资深的外交记者 他说 尽管这个峰会 大家感到高兴 成果是短暂的 但是他起了一点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短暂不会像大家想的 只是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他会相当的长时间 以我们的角度来看 因为习近平需要缓和美中关系 来协助中国自己内部 让中国不要再面对美国 各种方面的冲突 他还不想挑衅跟美国之间 在国际的秩序 中国需要时间 来缓解自己 中国经济 近40年来最艰难的时刻 中国官方媒体这么形容 当踏上美国土地的这一刻 习近平跨越了万里之遥 跨越了六年之久 跨越了人心之隔 更顺应的世界之盼 事实上 对北京对华府 对全世界而言 都需要这场中美元首峰会 而与去年G20的习拜会不同 这并非只是今年IPEC的一次场边峰会 但也非习近平正式访美的国事访问规格 却凸显这次习拜会 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安排 在旧金山百年历史的费罗利庄园 所登场的习拜会 已成为是2018年 川普对华发动贸易战以来 中美关系最缓和的一刻 两个领导会访问 军事业的交易 和中国的化妆 用这些东西 放弃了 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想改变对方也是不切实际 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习败的开场支持都展现对话的意愿 而习近平的话说得更为直白 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 这个地球融得下中美两国 习败两人都坦诚中美间有众多难解的矛盾与分歧 但也将矛盾开成普攻 适宜解惑 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 习近平对美国担心被中国超越意识表态 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遗憾 及中国发展前景和战略意图 指中国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 不走强国必罢的外路 也不搞意识形态输出 习近平指出 中国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 美国也不要有打压遏制中国的打算 而拜登重申去年在巴黎岛回晤中 做出了四不一无一的承诺 即美国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这位这场四小时的习拜会 奠定对话的基础 这次中美援手会晤成果是多方面的 在政治外交 人文交流 全球治理 军事安全等预约 达成了二十多项共识 而全面恢复中美两军对话 是这次习拜会最重要的共识 这次习近平均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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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美国 这次习近平均的美国 这次习近平均的美国 没有办法 中国的美国 这次习近平均的美国 在美国的美国 这次习近平均的美国 陆罗西访台后 北京取消了 中美两军战区领导图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务 与海上军事安全 出伤机制会议 这些在习拜会后 将全面恢复 而这对日益平凡的美国 中海空运机舰 造语 格外重要 The idea is to ensure communication even in crisis The US believes close call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ships What the US calls 180 unsafe encounter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jets just in the last two years And the actual collisions of Chinese ships with Filipino boa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uld cause a crisis Having our two militaries in communication is the way you reduce mistake You avoid escalation You manage competition so it doesn't veer into conflict That to us is an absolutely straightforward factor And no matter what else is happening in the relationship those military-to-military links should remain intact Biden and Xi are also announcing steps to try and limit the proliferation of fentanyl 100 times more potent than morphine and linked to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 deaths Fentanyl is made from chemicals in China Exported to Latin American cartels that convert them to drugs A senior US official says Beijing is making quote deeply consequential decisions But US-China divisions remain Most notably over Taiwan Taipei confirmed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week The US was helping Taiwan Train to defend the island 習近平深入闪述了 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中国终将统一 也必然统一 而路透也引述美方官员的话说 习近平主动提出 知道美国有中方将在2027 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的说法 Do you believe there are near-term ambitions on his part To take over Taiwan And I mean in month This next year or so Yeah I'm not sure I would measure it in terms of months or a year But I would not underestimate for a moment Or do any of my colleagues here at CIA Underestimate his ambition to control Taiwan In other words to unify Beijing and Taiwan On the PRC's terms He's insisted publicly that his preference is to do that by means shorter the use of force But we know that he's also instructed His military leadership to be ready by 2027 to launch a war 《解放军》2027年武力攻台 是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去年提出 这台海危机的情报预警 服务了当时花府说服台湾 扩大台积电在美半导体的先进制程投资 尽管伯恩斯后来改口 称习近平还没准备好2027年动物 但却成了花府在台海危机的主要剧本 而这次习拜会上 习近平主动提起美方这一情报 并否认中国有这样的计划 据美方官员的转述 习近平说没有人跟他提过这样的规划 他希望的是和平统一 但习近平也不承诺放弃使用努力 像美方提到对台动物的条件 习近平有提出的条件 中国会被打架台湾 这些最敏感的议题 且在台美都临见大选的时刻 拜登在记者会上 被动地回应了彭博社记者的提问 显然干预台湾选举 并没有成为习拜会台面上的议题 拜登是两拨千斤 凸显这次习拜会 不愿在台湾问题上 持续纠缠的求同存疑 而拜登也具象地描述 这次习拜会最大的成就 这次习拜会正如美苏冷战时期 历经双方的边缘政策后 总有一场缓和关系的对话 纽约时报资深外交记者 David Sanger就在一篇内幕报道中 引述拜登幕僚官员的话说 美方对峰会的成果感到高兴 但他们也不会言 这些成果可能是短暂的 北京的目的是让习近平度过 中国经济近40年来最艰难的时期 拜登也乐意利用这喘息的时间 准备他的总统连任 中国外长王毅将这次习拜会 定位为旧金山愿景 将指引接下来中美关系走向 但华府官员并不如此天真浪漫 也几乎不会有人怀疑 习近平会重启他取代美国的努力 尽管如此 这种短暂的中美关系缓和基调 在美中双边与全球 能是受欢迎的 我们刚才非常大的拼幅 报道了美中最高领导者 两个人四个小时的参会 而包括了幕僚的作业 以及各种不同的解释 以及习近平怎么告诉 而在这次的拜协会之前 习近平整顿了中国国防部 而且把国防部长李尚服给换掉了 那国防部里头很多官员 尤其是火箭帮的人 通通都被整肃 一个可能是反贪腐 另外一个可能是 对政治的看法不一样 什么看法不一样呢 是想挑衅美国 不是 是不是该攻打台湾里头 其实内部 很可能是有辩论的 这个是外界的消息 不见得正确 但是可以供给大家参考 某个程度来说 对习近平而言 除非中国的经济垮掉 或者中国的经济 超出它可以控制的范围 那这有可能的 因为恒大危机是2018年开始 到2023年变成 不止恒大也没解决 而还跑出了碧桂园 你可以想象到2024到2025的时刻 这个问题只会一直卷 一直卷一直卷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不到在两年之内 全球经济复苏的可能性 作为出口型的经济 中国的出口跟它的消费 是息息相关 出口不好 消费就不好 两个都不好 那你要怎么好 那原来的债务呢 只会越减越大 越减越大 所以如果他觉得 年轻人的失业率太高 他的统治的正当性出了问题 这危机相当大的时候 他有很可能 不是用攻打台湾 是用封锁台湾的方式 也就是或其他的民族主义的方式 来解决他自己在国内的正当性 所以这个跟大家讲什么 2026年 2027年 他的第三任 第四任 是无关的 最重要的不是第几任 最重要的是 他是否在国内的情势里头 他是否他的领导的正当性 被挑战 当他领导的正当性被挑战的时候 台湾的危机就很可能会出现 而他要处理台湾问题 其实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我们刚刚看到拜席会就是美国 如果美国武装台湾 而且可能派军 或者说用其他的方式 包括经济制裁 包括冻结所有的美元资产 中国是受不老的 因为他的经济已经出问题 到目前的状况 他虽然一直卖美国国债 也还有八千多亿 而且他今年的卖法 他要卖二十年左右 所以在如果短期之内 习近平他遇到了 这个短期我讲的是五年六年之内 他遇到了他经济 一旦无法控制到一个状况的时刻 他的正当性受到挑战的时刻 台湾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危机 而他有一考虑的就是美国 如果川普当选 很可能对他们叫做千载难逢 而现在看起来川普是会当选的 为什么 因为川普是美国传统孤立主义的主张者 他反对任何派兵参加任何国外的战争 他可以跟别人交易 可以谈判 然后呢 如果你将来可以给我什么好处 我就默讯你做什么样的事情 尤其如果美国在2024年大选之后 川普当选了 然后很多问题整个国内闹成一团的时刻 对中国叫做千载难逢 那就是2025 2026 无关第三人第四人 所以这里头呢 两个强权的互动 国内的政治状况 一个强权互动的不要冲突 第二就是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 第二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的 全面的对立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如果全部都合在一起 那我们刚才说的危险 他们故意要搁置的 不要冲突的危险 就可能再次的出现 这可能也是习近平在前一阵子 整顿军方 说解放军要现代化 完成了之后不放心 没有安全感 再次的整顿国防部长 主要的原因 相较于军旅出身的毛泽东或邓小平 习近平对解放军 有更强的政治控制欲 更建立起江泽民或胡锦涛 不曾有的军中权威 2019年中共建政70周年 大阅兵式上的三句新口号 恰恰诠释了解放军 历经新一轮军事改革后的成果 建构军事现代化的强军目标 更凸显习近平的领导核心 然而美国军方智库 海军分析中心副总裁冯德威 在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发表一篇文章 对习近平的军事现代化是否带来回报 打了个问号 首先这几个月来 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解放军高层的人事动荡 媒体对解放军贪腐传闻的报道 让军中多年来的政风数计出现破口 更损及习近平的领导为王 而习近平去年在中共二十大的报告中 对国家外部安全形势的评估是几十年来最严峻的 冯德威的文章认为 解放军能力虽然变得更强 但北京并没有因此感到更安全 时间退回2012年12月 结束中共十八大 刚接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 首次下降视察 他选择深圳 重走邓小平南巡路 强化改革开放机认者的角色 但当时他登上停套深圳军港的 性情导弹驱逐舰海口号 却没有太多媒体的报道 空作战台 对海作战台 反潜作战台 深圈军变服了习近平表情腼腆 似乎还不太习惯统帅三军 但对解放军的全面改革 他心里已经有底 前不久呢 我去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 我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是啊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最伟大的梦想 这个伟大的梦想啊 就是强国梦 对军队来讲呢 也是强军梦 复兴之路展览 从百年前击落不振的中国说起 习近平认为 强国梦得从强军梦做起 要强军就得先进行改革 建设一支听党主推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 人民军队 这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群会后 北京正式将军改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议程中 并由习近平亲自炒刀 担任新组建的军改领导小组组长 而在一年九个月的理论建构期间 他先率领四百多名高级将领来到福建 1929年毛泽东召开古典会议的旧次 在福建会议到台85昨天之际 我们来到这里 目的是寻真所缘 深入思考 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 为什么出发的 就在三天前 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对中央军委员副主席徐才后 涉嫌受贿犯罪案件侦查终结 移送审查起诉 管灵魂的出卖灵魂 管打仗的不谋打仗 郭伯雄徐才后 盘踞军队高层多年 严重毒化了军队政治生态 严重冲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如同1929年的古田会议 确立毛泽东在红氏军里的地位 习近平现以反贪腐之名立位 抓了郭伯雄徐才后等一帮子前朝留下的军众高层 古田会议85年后 习近平在就职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同样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少除了阻力 这才让解放军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 在2015年底拉开许目 习近平将原军委市总部改组为15个部门 原战略导弹部队的二炮升格为独立军种火箭军 而为去除过往隆重的大陆军色彩 适应现代战争多军种联合作战 1985年后的七大军区正式撤销 改组成立东南西北中五大战区 各战区要牢记使命 坚决贯彻 庞大的组织调整后 解放军摆脱过去苏联式的指挥体系 向美军模式转型 随后适应多军种联合作战的演习 陆续在新建的五大战区展开 这次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队 进一步显代化 是这次军改的组旋律 习近平坑建立起前几代领导人 不曾有过的军种权威 他自2012年上台后 陆续晋升超过200名军种将领 安插自己人马 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承指出 是中共19大军方党代表的名单中 以凸显习近平对解放军的绝对控制 与此同时 他把更多资源 投向更依赖科技的空军 海军和导弹部队 以因应现代化的战争形态 而在他任内 辽宁舰与山东舰航母组舰成军 最新型的万顿级055型导弹驱逐舰 更避免美国的伯克级主力战舰 空军方面 自主研制了第五代隐形战机 歼20列装部队 纽约时报认为 习近平正在重塑解放军 成为一支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力量 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 下水命名 从2018年至今的五年间 中国海军舰艇如下饺子一般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数据 解放军到2025年将有超过400艘的主战舰艇 除了力压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 总数更比美国现役多出100多艘 但即便习近平领导下的军改 取得无可辩驳的进步 更强大的军队并没有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更安全 冯德威在他的文章中就指出 解放军越来越有能力也更愿意展现起实力 以确保推展其全球性的外交移车 特别是在主权问题上 包括对台湾保持军事高压态势 在南海与东海的主权争议上 表现出无可妥协的咄咄逼人 这都让区域内国家感到不安 冯德威就认为 北京声称其安全环境变得更加紧张 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造成这种紧张局势中所扮演的角色 更为美国创造了战略理由 近一年多来 美国与盟军和伙伴国家 在印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都边军演 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围独 另一方面更反映出 区域内国家对中国加强军事力量的回应 冯德威在文章最后提到 习近平透过军改强军 让中国能投射更多主权和权威 但更强大的军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 更需要预防和管理潜在的危机 而过去几个月 中美虽重启高层对话 军方渠道沟通似乎没有跟上脚步 寻求强军却拒绝此类的对话 北京并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 以色列攻击在北加萨的西法医院 这件事情在联合国形成了决议要求停火 因为它完全违反战争人道法 而以色列说我攻击这个医院的原因 是这个医院本身 它下面就是哈马斯的指挥中心 第一天是由以色列自己的IDF军方 公布了一个影片 它旁边就是一个MRI的机器 然后那个武器呢 不是一大堆的武器可以打场 是一点点武器 后来所有的国际媒体都不认为 以色列的说法是可以采信的 第一个武器摆在那里 不代表它是哈马斯的中心 那你说是因为它的地下隧道 就是它主要的哈马斯的军事指挥中心 它的地下隧道在什么地方 它上次攻击了一家医院 那家医院呢 它被它炸死了很多人 就最后它所认为的隧道 就是地下隧道的口 只是一个蓄水池 所以这次国际呢 就对它都采取一个保德的态度 于是它带了纽约时报 在星期四美国的时间的时刻 就进到了当地 但纽约时报的报道最后是说 它是在西法医院 西法医院很像林口的长庚大楼 就是说也很像荣总 它就是好几栋大楼 它不是一整栋大楼 它是西法医院是可能分成七八个大楼 然后呢 它在七八个大楼 大楼与大楼之间的一个空地里头 它说它找了一个树口井 就是一个井口 而这个井口底下呢 是有隧道的 那至于这个隧道下面 就是哈马斯的指挥中心呢 也还没证明 所以纽约时报跟他进去了 纽约时报记者写出来是 不足以合时 BBC也直接的报道 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证明 美国的有线电视网CNN 它的态度是说 他们的确找到了少数的武器 在这个医院里面 可是没有武装人员 没有哈马斯的人 更没有tunnel 也没有隧道 这是国际媒体在这一次 几乎都采行以色列的说法 这是没有任何记者 可以进入采访 由以色列军方单方发布 不是在西法医院大楼内 而是之外 下方有哈马斯总部的罪行证据 一个有路透社 及各大媒体 仅能够确认影片 却无法独立 何时拍摄日期的证据 九连被若干民众指控 过于亲以色列的纽约时报也说 以色列提供来自西法医院的画面 无法得到证实 同时也无法证明 以色列所正称 医院隐藏哈马斯行动真有其事 英国的BBC则说 我们必须记住 医院内部没有独立的检查 记者不能自由地进入加萨 任何在加萨报导的人 都必须在以色列军队的监控下工作 到目前为止 以色列提出的所有证据 单就哈马斯在西法医院下方 建立了指挥总部的这种说法而言 并不令人信服 但是这一个月下来 全世界都看到了 以色列可能违反战争法的证据 Israel's military incursion into Al-Shifa hospital in Gaza City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hospitals are not battlegrounds one thing is clear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health facilities health workers ambulances and patients must be safeguarded and protected against all acts of war even if health facilities are used for military purposes 当年靠着捏造和平协议 将迫使以色列 必须逐步交出 耶路撒冷的不实陈述 而取得政权的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特地安排美国CBS新闻专访 为自己辩护 如果纳坦雅胡说的是真的 既然恐怖分子 在以色列军队逼近时逃跑了 以色列又有何理由 打着担心物资流入 哈马斯手中的名号 继续封锁西法医院 不给燃油 不通电 不给粮食 不给水 任由还困在里头的 600多名患者 包括数十名的早产儿在内 面临随时死亡的危机呢 即使如此 西法医院的危机 尚未解除 位于加萨南部的 汉尤尼斯的医院 成了下一个目标 尤尼斯的医院 过去四十天 只有四名人质获释 以色列一味扩大对加萨的轰炸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纳坦雅胡根本没有把人质死活放在心上 最新消息是 以色列士兵在加萨西法医院附近 发现了两名人质的遗体 十一月十六日 路透社爆出独家消息 指哈马斯已经同意一项协议 愿意以释放在加萨卢走的 五十名平民人质 交换暂停三天战斗 哈马斯愿意以人质交换 暂时停火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不过以色列一直拒绝接受 最新的这次人质交换停火协议 按照路透社的报道 依然卡在以色列不肯同意 Among Israel's public criticism against an already unpopular prime minister and his cabinet is growing and could unseat the government On Tuesday, Israeli ministers and lawmakers are reportedly exploring plans to oust Netanyahu from office And while he and his government could face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in parliament Polls also suggest that over 70% of Israelis would like to see him gone before or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民调显示 有80%的民众认为 纳坦雅胡必须为 10月7日的失职负责 如果今天投票 有41%的人支持 前国防部长甘词 只有25%支持纳坦雅胡 So far, Israeli officials including Netanyahu have dodged tough questions about the war's endgame and long-term strategies But these families are determined to get answers by bringing those questions to his doorstep by bwd6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死亡人的所有同情在美国慢慢转移 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校园里头内部的辩论 年轻时代接着开始有抗争 还包括到占领纽约时报的大楼的大厅 告诉他们说你太偏袒以色列了 接着是美国的国会办公室 上礼拜有上百个员工说他们要罢工 因为这完全违反美国的利益 然后这个礼拜变成是美国联邦的内部的政府官员 他们表示整体美国现在完全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的态度 包括攻进西法医院这种不可被忍受的 这种无人道的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态度 他们是一个不再是他们所认识的美国 所以他们是联名写信给拜登 要求加萨停火 而且恢复水电 让当地的人有起码人的权利可以活下去 所以美国对以色列全面的支持 军火的支持 事实上的美国内部已经重新草根 一直到联邦政府的官员 内部的成员直接写信给拜登表示抗议 这一个多月来 每天都可看到在以色列炮弹下 受苦的加萨宝宝 孩童和年长者 他们的困境只有越来越悲惨 这样的画面 谁看了能不能过 就连坚定支持以色列抱负攻击的拜登政府 内部也传出越来越多人 不满拜登力挺以色列的立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态度近来也出现变化 先是公开施压以色列停止屠杀巴勒斯坦平民 最新又传出 他承认国务院内部对拜登政府处理以哈战争的态度 出现强烈反弹 他11月13号写给部下的电邮中强调 拜登政府的目标是尽快结束这场冲突 但他也不忘重申 白宫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以确保10月7号的攻击 不会再度发生 纳坦亚胡在拜登政府支持下壮大攻击 只要宣称这里是哈马斯的据点就能发动攻击 即便造成更多巴勒斯坦平民死伤也在所不惜 纳坦亚胡认为宁可错杀1000也不放过一人 还警告以色列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话 下一个遭殃的就是美国 华盛顿特区11月14号也发起声援以色列的大游行 来自全美上万人即会谴责美国国内的反犹太暴行 现身的国会议员表示 在处处对立的两党和两院中 支持以色列是他们罕见达成的共识 但美国民间对以哈战争的立场 并没有和白宫以及国会一样大力拥护以色列 美国国内反战声音随着加下苦难加剧而增加 美联社11月2号到6号进行的民调显示 40%认为以色列的报复攻击已经太超过 63%不同意拜登处理以哈战争的方式 66%认为这场战争最该就责的是哈马斯 A huge theme of APEC now is also the people a chance to protest and get their message out today that message came with a major headache the shutdown of the Bay Bridge you probably heard about this all westbound lanes coming into San Francisco shut down for about four hours you can imagine the headaches this caused protesters calling for the immediate ceasefire and end of U.S. military aid to Israel Joe Biden is with the wrong side 拜登政府被视为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人的同谋者 不仅让美国国内的阿拉伯裔选民对拜登感到愤怒 拒绝再将拜登送入白宫 白宫明确支持以色列 也加剧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敌意 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大使馆和军事基地 遭到反美創意者破坏 批评美国假好心 一边要求人道暂停 一边却拒绝施压以色列停货 更加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民调机构阿拉伯前一表 10月初进行的民调显示 只有15%的加下民众 认为拜登过往的政策 对阿拉伯世界有益 尤其是个人的目标 联合国多数成员国支持的两国方案 现在更加至爱难行 治理西岸的阿巴斯政府被认为贪污腐败 控制加萨的哈马斯又过度激进 且在以色列掌控西岸和加萨的物资 交通水电和网络通讯下 纵使巴勒斯坦民众想自救也无能为力 拜登政府说以色列有自我防卫的权利 那巴勒斯坦平民保障基本生存的权利又在何方 加萨走廊是巴勒斯坦人 最后仅存的一小块狭长的土地 可以管理自己 他们拥有自己的国会 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在这个礼拜的战争地图里头 首先它炸毁了巴勒斯坦平民保障 我们看这中间的上面有一个白色的点 那个大楼呢 国会大楼已经被炸掉了一半 最下面有一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hospital 这个hospital叫Aquaz Hospital 它在星期一的时候已经被完全占领 在之前一天已经被通知 我们要攻进来 所以已经停止运作 所以这个医院没有停止运作 最上方的就是现在争议最大的 也是全北加萨最大的医院叫Shifa Hospital 那Shifa Hospital现在他们的病患在里面 有几百个人 大概六七百个人病患 他们就看着核枪时代的士兵进去 然后恐惧万分 然后另外没有电 没有燃料 结果是什么 需要保温箱的 需要氧气的病人 医生就用手摇 手摇 希望他们活下来 但有些就因此活活地看着他们死掉 我们待会回到文献室之报 欧洲版